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分享一下我们怎么样在一个非常有限的时间里面 利用一些构图的经验或者拍摄的经验来获得还不错的照片 我是摄影师张千里 欢迎大家跟着原来这么拍节目 一起揭秘摄影师的拍摄现场 旅行拍摄越来越强调摄影师具有上天下地的能力 要能驾得了车 开得了无人机 我们不管是在陆地上拍摄还是在空中航拍 对构图都同样的讲究 如果有明显的直线 用对角线或者斜线的方式构图 是摆饰不爽的良方 线条倾斜后就有更强的延伸感 当然 航拍的机位非常特殊 常常能拍到别人所拍不到的视角 这也是我们喜欢用无人机拍摄的一大因素 感谢观看 旅行途中 我们行驶过的路 遇见过的风景 也许对别人没有意义 但对自己都是一个独特的体验 把它拍下来 作为记忆的一部分 利用土路的S型曲线来增加画面的形式感 记得机位不能太低 否则路的形状就不明显了 另外 把车的位置放在黄金分割点上 也是最常用的构图技巧 一些航拍镜头中 不管是拍摄照片还是视频 都通用的法则 对称 斜线 略过 光感 等等 结合在一起 画面的变化就多了 走 到海口老街去逛逛 体验一下那里的风土人情 这次这辆全新创库虽说是SUV 但在这拥挤的街道里行驶 倒也游刃有余 停车也非常方便 有很多场景 直接拍并不好看 利用镜子一反射 就画繁围剪了 镜子的边缘就相当于是一个画框 把杂乱的部分都剔除在外 地面的小水塘别看不起眼 别看脏兮兮 这可是摄影师的最爱 利用它 我们就能轻松地拍出倒影的照片 你看 其实不用很大的地方 但是一定要放低机位才能拍得到 注意墙角的边缘线 它虽然不明显 但是能有效地增加照片透视的感觉 将视线引导到远处 如果你能加入更多的汇聚线 这种透视感就会更加的强烈 在老街停停走走 是我最喜欢做的事 轻松 自在 接地气 武师队的店铺 武师队的店铺 正得同意后 我拍了几张不同的照片 广角焦距 从上往下俯拍 交代整体环境 中焦镜头 近距离特写 突出细节与形式感 不要在一张照片里 又要交代环境 又要突出特写 这件事情 就应该用两张照片去完成 斑马线错位了 我在别的地方都没见过这种情形 怎么讲 就好像是两张照片各只有一半 还拼在一起 有一种视觉错位的奇特感觉 拍的时候 也有意不拍到人脸 不拍到穿过中线的车 来增强 这是两张照片拼在一起的错位感 是两张照片的评论 中的只能够在一起的 是一张照片 是一张照片的 因为尺寸后 一张照片的选择 是一张照片的 只能够在一起的 是一张照片 是一张照片的 是一张照片 是一张照片的 一张照片 是一张照片 呢 旅行摄影中 形式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 它能帮助你在一个平常的环境当中 找到不平常的画面 在地面上 身在这些形状之中 没有感觉 但是飞到天上俯拍 就有截然不同的感受 线条形状都出来了 拍摄时做到尽量简洁即可 在海边拍摄海浪拍时的一刻 用慢速视频功能 拍摄一段慢动作 惊涛海浪 此刻也温柔很多 我听到这只能够 会不会有扣意 我会不会有扣意 就会不会有扣意 我不能够 就会不会有扣意 我会不会有扣意 你会不会有扣意 我会不会有扣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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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逆光下 胶石的线条和游客的轮廓 变得简洁硬朗起来 找到合适的机位 合适的瞬间按下快门 就会获得简洁有力的剪影效果 构图时也要注意线条的起伏与节奏 在这一集当中 其实大家会发现 我们要拍好照片 不在于说你拥有专业的相机 而是说你怎么样去获得一种观察世界的能力 那么另外呢 就是你在拍摄技巧方面 也能够灵活的运用到实际的场景当中去 那么你的出片率就会大大的提高 我是摄影师张千里 请期待我们下一次的摄影解密 原来这么拍 你也可以做到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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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